好的 大家好 我是阿周 今天要拍攝這個影片比較特別 這個影片就是我要介紹 沒落的虎中街 為什麼說沒落呢 因為在我印象中 大概十幾年前虎中街還是很熱鬧的一條街 可是近幾年啦 虎中街已經沒落到幾乎 很少人願意來逛這條街 我們進去看看 順便同時看看有幾個拍攝點還不錯 謝謝 我們先走一趟 之後有比較特色的店 我在拍攝給各位做介紹 我們從頭走到尾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 這條街道全長不遠 大概兩三百米 那以前 我印象中以前只要加熱的時候 兩邊都會有商家乾飯 人潮是落育不絕 可是這幾年呢 我常來虎中街的感覺就是像現在這樣 現在的時間點是比較傍晚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熱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這個樹都已經死掉了 可是我們的公務局啊 公務局 如果你有看到影片看一下 樹都已經死了 也不治療 那這邊的樹就是光凸凸 變成 今天到下午 傍晚的時刻 現在的時間點呢 已經三點多 三點多呢 太陽不會照到的時候 才有人願意來逛這條商店街 這條老街很可惜 原本可以招救很多遊客 來這條街走 可是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是比較涼快 會有的 如果你早兩個小時看可以看到 你覺得沒有人 為什麼 太陽在你前面曬 你頭頂上不上曬 你絕對受不了啊 很可惜哈 好好的一條街 就是 從 新生到 衰退 的情形 OK 今天是禮拜天 正常來講 禮拜天應該很多人 出來走走 可是各位看一下 以前人潮很多 幾年前 但是現在的 五中街幾乎在假日 也看不到什麼人潮 今天還好 因為在 美術館那邊好像有 設計場的樣子 所以說多少有人出來 那一個 原本的華華 遊客很多的 中間 目前來講 真的 人潮 稀稀落落的 在府中間 最有名的 就是這間做碰堂的 非常有特色 來到 台南 傳統味道的 碰堂 製作碰堂 先做先吃 這是 這間店的一個特色 散過來 這間 公子廟 十下 鮮果冰城 他們的 冰品 蠻適合的 來這邊光澤說 是為什麼 天樂 蠻適合的 那這邊有個 蒜面 在家住都會 那目前看到 打開 超圈 美術地圖 這個是 台灣設計 展的相關東西 對面就是 董廟 我曾經拍過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進去 我的頻道裡面搜尋看看 阿中目前所在的這間是 在府中間比較測試的一間店 那他這間店呢 都是用手工打造 做一些 項鍊還有戒指 這間店 值得大家可以來看看 看一下 這些都是很特別的東西 他實際上 下以前鐵道的鐵廳 這邊也買得到 價格都不高 那這個 可以回去當 小小的一坡 看要放一些 鑰匙 小小的小玩意 所有的一個店 店片 這邊都有 那這間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是完全都手工打成 可以看一下它的配色 蠻有特色的一些店 其實在這邊 叫 拍照打卡 都滿是 其實你會發覺 府中間這邊 人潮沒落 其實沒落的原因呢 我看過 那阿中呢 也會 收集一些相關資料 後續就會把它說出來 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目前啊 這個師父阿傑 他目前在這邊 還在做很多工藝品 這邊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一些 用一些 傳統廢棄的東西 可以改造 二次的利用 做成工藝品 看到的那個電燈 在台上的電燈 有看到的 都是經過廢棄的東西 在加工 非常多的東西 在電信店看得到 喜歡的話 來到台南 記得在府中 約這邊 可以找到這些 在府中街 比較特殊的這間 在府中街 他自己把外觀看成 有點歐洲風格 適合拍到打卡 以前看的這間 現在很多人會到 府中街打卡 是一個新的打卡店 那這個是因為 本來一個廢棄的房子 經過改造之後 就變成一個 目前很多人 會來這邊打卡的地點 給各位參考一下 是黑輪的人 也不是很多 跟以前的人 倒閉起來 確實少很多 看過去 沒有人到府中街 假日沒有人到府中街 現在時間是三點多 真正是好人 府中街這邊 跟以前差別很大 前兩邊的樹蔭 非常的茂盛 放在這邊的話 會有樹蔭可以 掩蔽 那比較涼爽 但現今很多時候都生病了 商圈理事長 有跟台師都一起討論 這個問題 但這方面牽扯到一些 就是第一 部署團體 你要移除樹木 這個團體一定會出現抗爭 再者 部分的店家不願配合 他們家前面 路樹如果要改種的時候 盡量不要種在他們家前面 盡量種在別人家前面 這也是當地的一些人的心態 是由於些許的自私啊 但是這個難免就是人心 商圈理事長 有跟孔廟那邊的團隊 談及探權的問題 因為孔廟那邊有企業 團體願意認養樹木 如果公務局把這些樹種 重新種植 這些樹都會列管在 孔廟企業認養的探權樹 相對著就有專能維修修剪 要不然你公務局每年 就是颱風的時候 稍微的颱風壓來的時候 稍微的頂修剪一室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部署管理有問題一大堆 承判工的原因心態就是 維持了現狀 我一次步步 稍微是再來 就是這邊有一些 享受得住 他們認為 家前面那一塊 第一是屬於他們的家前面 使用權就是屬於他們家 雖然是道路用別 但是他們的認知是這樣 為什麼 要讓商圈規劃 他們站在他們家前面 這種情形不是只有 一戶人家這麼認為 台南市還有另外一個老界 就是神龍街 基本上那邊的祝福 整體規劃都很容易配合 這也就是讓神龍街 改造資金統領域去管理 其實呢 把個人的事情放一邊 以整體來講 神龍街以前那個地方 今天是因為剛才的 海洋地下地圈 造成整個商圈都沒落 可是經過一些志願者 去改造神龍街 如今外地人到台南 回去外國人到台南 一定會去管理的地方 這就是住戶還有店家 團結一直整理規劃改造 相對的那邊的房價還有租金啊 也都長起來 社會的事情 大家可想為之 好了我們把問題 帶回虎中街 目前我覺得很少會 像虎中街商圈理事長 這麼的老人 又靜靜想要改變 他的虎中街的現況 雖然說有申請到中央補助團 要改在這邊的階級 但你目前看起來 更像其他地方 是想像中這麼理想 你就不能把人潮 帶回到虎中街 以上是我個人的看法 這也是似虎中街 為什麼會有多好 阿周製作這個影片 最主要是 希望台南市更好 更多人到 我住的台南市來遊玩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影片 好了我們下次影片見 記得要關注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影片 同時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我們下次影片見